HELLO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阿航 今天呢 應該 又不太算是遊記了吧 對 今天要去修車場一趟 因為大家現在可以看到我的 左後照鏡那邊有個裂痕 前兩天不小心 一個犯二 讓車子倒車了 反正就是發生一些意外 我的鏡子現在裂掉了 所以今天就去修車廠找一下老闆換個鏡子吧 因為他們那邊應該是有現貨 我就不想從網路上訂 雖然這個自己換應該蠻簡單的 原本一直在想說到底要不要換 因為好像不太影響 可是這個看久真的是有點稍微不爽 所以還是想說換一下這樣子 然後呢 今天想說錄個影片跟大家稍微講一下我們 就是頻道最近的一些方向這樣子 嚇我一跳 今天天氣也一樣不是很好 怕等一下又下雨 趕快過去 那就是目前在五月份的時候 我會正式的和Facebook簽約 變成遊戲實況主 那就是說我一個月大約會有20天的時間 會在Facebook開實況 所以就麻煩拜託大家去追蹤一下 好那就是說簽下去之後呢 我之後就沒有辦法在YouTube上面開遊戲類實況 但是如果是開生活類或是一些聊天類型的 還是可以開啊 反正就是 只要是玩遊戲的類型 我都會在FB進行實況這樣子 應該很多觀眾都會問我為什麼要到那邊去喔 呃 講白一點我也不是什麼輕流 總而言之呢就是為了生活嘛對不對 畢竟在Facebook那邊進行直播的話 對我們目前的頻道來講 我們的營利還是什麼的都會有蠻大的改善的 雖然現在大家在螢幕上面看到就是我和阿邊兩人嘛 我們目前目前還有一些片師在處理一些影片這樣子 那大家應該有注意到最近半年呢 我開實況次數其實還蠻多的 所以我就想說利用那個實況的時間呢 能夠讓我們比較獲得不錯收益的平台上面 來進行直播這樣子 那當然之前也有很多直播平台有找過我啦 什麼N平台啊 K平台啊 都有找過 但是我都沒有很想要去這樣子 因為一些時間上配合的關係還是 還有其他問題等等啦 那個算了 那個就不多說 總而言之 總而言之 五月份的時候我就會正式的在Facebook進行實況這樣子 那今天說要討論一下頻道嘛 那大家有注意到 最近其實已經日更了一段時間了吧 雖然我也不太清楚是不是每天都有更新 但是至少每兩天到三天一定會有一部影片嘛 那我也希望之後盡量保持這樣子的節奏 那大家應該也看得出來 有一些影片呢是比較偏向實況剪輯的精華這樣子 那我會盡量讓這些精華的質量再往上提升一點 對就不單單只是快速的剪接這樣子 我希望讓我的頻道的每一個遊戲影片都要有字幕 對這只是希望好不好 目前希望在下半年年做到這樣的事情 可是應該還需要一點時間來調整 那大家反而會擔心會不會我的創作類型的影片會變少 因為我又在別的平台要開很多的直播嘛 那目前來看 看起來應該是不太會影響我們原本影片的計畫 比如說我們影片禮拜二是The Forest的延伸唇嘛 然後禮拜五就是固定GTA 然後六日會有一個固定的遊戲精華這樣子 那目前頻道最穩定就是這三根的影片 一個禮拜三根 那目前這個節奏已經維持一段時間了 觀看數和訂閱數的成長 也都算是在我們的預期之中吧 那目前我們再看看能不能提升我們一點效率 盡量讓大家每天都有好看的影片可以看到 因為畢竟一個遊戲頻道啊 它其實大部分的點閱率都不會說到 像生活頻道那樣子每一部都很高 我們必須要常常發很多很多類型的影片 讓我們的頻道保持常常的更新這樣子 總結來說 目前下半年的狀況就是 我會很常在Facebook開直播 然後YouTube頻道上面也會盡量每日的更新 那質量的部分我目前是還沒有很 百分之百保證說就是每一部影片都會有很好笑的特效啊 字幕等等 有時候為了求快還是沒有辦法 大概就是這樣子吧 我希望是未來半年我們從這個方向繼續努力這樣子 這樣子 啊 到巴德了 弄完這個鏡子應該就會下雨了 因為我等一下還要再幫車子裝一點東西 好那今天這一片的小街路呢 算是比較水一點 就是我剛好騎車出來 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的一些事情這樣子 那下一集 預估吧 下一集應該就是會有出遊的影片了 因為最近天氣真的很糟啊 那各位觀眾我們今天的小街路 我真的覺得取遊記怪怪的 因為我又不是每一集都在出去玩對不對 好啦算了 反正我們就下一次影片再見 大家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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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